中華職棒明星賽在花蓮開打 現場球迷嗨翻天 尤其職棒明星賽 首度遺失東部地區花蓮 讓判了許久的球迷相當興奮 特別過來 為什麼 支持中華職棒 很多有在花蓮 能夠升棒的比賽 許多參賽球星來到花蓮 比觀眾還興奮 回到家鄉的人 有 有 回到家鄉 有沒有親人在這邊來 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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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明星賽順利在花蓮舉行 針對天氣 交通 觀光等各種因素 都列入考量 像是安排中職球員 搭乘專屬的火車到花蓮 還把比賽提前安排在中午 若下雨的話 最慢還可以延到週日 連球員和家屬的回程火車票 都已經早早準備好 讓球員更有專業性和專屬性的感覺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安排 就因為路途遙遠 各種的可能變數 雨天備案 交通方案 主辦單位通通考慮週到 就是要讓這首次在花蓮舉辦的明星賽 萬無一失 我們從中間 不太期待的選手 然後我們 我們28年都沒有在這邊 辦公室的選擇 我覺得應該對他們的 祝鄉 和他們的經歷 調遂我們的選會 我們可以趕緊 棒球場上球員球迷大聲嘶吼 一起感受對棒球的熱情和感動 明星賽順利舉行 幕後安排繁瑣細節的企劃人員 一樣 功不可播 記者 無臺宇 廖一隻 花蓮報導